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浪子走中国,我现在在三西太原 这个视频我带大家走进三西大学附近的城中村,许戏村 曾经这里热闹非凡 许戏村也被称为太原的小香港 现在三西大学已经搬走了 现在我们就走进许戏村 看一下这个城中村的现状怎么样了 这个城中村的小宾馆 小按摩店,御租房 多如牛毛 美食也特别多 这个城中村的宾馆真多 这一路过去都是宾馆 还挺有生活气息的 就是没有以前那么乐闹 这边又是宾馆 这里的小宾馆应该很便宜 三十块钱还可以租到电脑房 包月五百块 好便宾 这个宾馆真多 许戏村也是很多 大学生的青春记忆 美食也特别的多 炒菜盖饭 烙饼 拌汤 看一下这里的日租房有多便宜 特价三十 前面特价三十五 凌坟正宗牛肉丸子面 各式各样的美食 琳琅满目 对面还有台球棋牌 这个城中称的娱乐非常的丰富 山西大学搬走了 这边的商铺生意也不好做 这一排全是关门 基本上每一条街道都有宾馆 现在的许戏村确实很冷清 以前的许戏村 到了晚上灯红酒粒 热闹非凡 走错了路都是小旅馆 温馨住宿三十块 真便宜 发廊也非常的多 前面又可以看到住宿 还有发廊 毫不夸张的说 一所大学可以带动一个城中村的经济 住宿三十五 这条街还挺喜庆的 这边还有人力中介 日节宫小时宫短期宫 管吃住管接送 我感觉我走错了路都是宾馆 许戏村好大 走在里面好像钻迷宫一样 快餐十块 这里的消费好低 特别的亲民 山西大学有一个后门是跟这个城中村相通的 我们去找一下这个后门 在哪里 曾经热闹非凡的许戏村 曾经热闹非凡的许戏村 冷清到这个样子 看着让人感到心酸 空房出租三百五十块 好便宜啊 很多大学毕业生也会选择在这里租房子 因为这个城中村的房租便宜啊 生活成本低啊 大学生刚毕业也没什么钱 可以说喜西村就是许多大学生在城市奋斗的起点 这个城中村 居住的外来物工人员也特别的多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城中村 让外来物工人员在城市有了落脚点 一旦城中村全部被拆除了 外来打工人员何去何从呢 这只小狗好可爱 在许西村到处都可以看到 越租房出租房 空中都是密布的电线 还有摄像头 和这条巷子 城中村的一线天就跟广州的握手楼差不多 密密麻麻的电线 这里就是以前山西大学的一个后门啊 现在已经拦住了 过不去了 特别是在晚上很多山西大学的学生会从这里 过来这个城中村消费啊 这个城中村的美食是特别多的 现在这些商铺全部关门 山西大学的班族 对这个城中村的影响特别大 以前这些商铺都是很火的 现在都租不出去了 现在的许西村非常的安静 这些商铺 这些商铺低价出租都租不出去 大家看一下 到处都是日租房啊 以前只要一到周末 这些日租房全部爆满 现在基本上都是空的 没什么人住 许西村 各个地方的美食都可以看到 还可以看到广东的龙江猪脚饭 酱鹿哨子面 发廊特别多 大学生喜欢做头发 这个巷子里的按摩店还挺多的 这里还有三十五块钱的电脑间 这里就是山西大学附近的城中村 许西村 在这个城中村有你的青春记忆吗 可以在下方分享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视频